就是說B2跟你們合作的時候 非常有人性是不是 他現在沒有人性嗎 他當時是一個很感性的人是不是 對...超感性的 他會哭 他會講什麼台詞 會說你們一定要加油 很多人在愛你們嗎 其實只要有人被淘汰的時候 B2哥就會哭了 他就非常感受 真的... 只是一開始 可是到後面大家被淘汰 要說快...謝謝...是這樣 有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就是 就是那一次好像我們... 大家要幫我們遣散的那一次 遣散 遣散 遣散費 然後那時候他把大家都召集起來 二十幾個 他說...他就開始就是錯氣 就說我不是要你們滾 你說有那個肩膀有抽到 然後... 好可憐 真的... 有嗎 然後他講什麼 他說我吃到芥末了 他是原來講不下去的 他講不下去 他就說我... 他很感性 他就很... 請問B2有沒有搭過你的肩膀 跟你說你表現得很好 沒有 他都是拍拍我的屁股 對啦 對啦 對 他畢竟會有這種序號 哪有那麼好啊 他有沒有給過你很難的角色 然後鼓勵你說 漢典你做得到的 沒有喔 因為... 我... 他有沒有跟你說 漢典有一天你會打... 幹掉蔡康永跟小S 這個他倒是沒有講過 沒有講 他不會這樣 你怎麼都做得到啊 現在... 現在想看你用范范的樣子 模仿庫斯拉 好可憐 好好控制喔 真的好控制喔 他真的做得到 好厲害喔 好像喔 天啊 庫斯拉被髒... 被那個殭屍咬到 然後現在要變殭屍了 庫斯拉... 庫斯拉元素 庫斯拉僵屍 然後學洪融洪唱歌 還是僵屍喔 好厲害喔 然後... 這個時候你受盡大發想要吃你爸媽 可是他們跟你跪地求情 然後你很掙扎 可惡 CVC... 走開啦 不要叫范范范的時間長 好啦 我知道你怎麼都會啦 當范范范結束之後 你們自己有辦聚會說 大家要保持聯絡這種嗎 還是沒有 有...像小馬之前去當兵 然後我們有幫他辦一個派對 這樣子 你現在已經當完兵了 當完兵 對 然後會回到野藝圈來 目前來講應該是不會 就是先跟之前認識的動畫師 愛一哥 一起學幕後的影片什麼東西 真的 你不做...你不做藝人了 應該沒什麼機會 可是你長這樣當動畫師會不會太可恥 希望我可以變成動畫師 沒有超處 超處的 他沒有剩一個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些話 可能也得罪了動畫師 你不要給他們抱歉 對不起 他動畫師那樣 為什麼動畫師都覺得自己長得還不錯 但是說他這樣的外型算帥啊 可是每一個行業裡都有 外型很好的人 你的機店有在嗎 機店 機拍電 不是 你看這機店 目前先暫時關起來 真的假的 完了嗎 完了 對... 可是看有哥送我的電視還在我家裡面 電視是給你店裡面交代客人用 不是給你自己家裡看的 所以是說永久關閉還說 沒有...只是在還在... 那時候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有點判斷錯誤吧 因為在台中逢假嘛 那時候算是一級的戰區 所以競爭比較大 然後可能就是會在台北 另外在... 可以請教這一場下來 賠了多少錢嗎 為什麼 七位數有 上百萬啊 機拍電為什麼要花到百萬 有差不多快百萬 因為他花很多錢在裝潢 裝潢還有一些設備 我跟你講這就是你的問題 因為機拍電為什麼要裝潢 就我想說年輕人應該要 比較有一點乾淨啊 或是比較... 你炒的感覺 你機拍電你要炒... 炒的啊 好吃喔 小孩子 你剛剛說出來 這就是你的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 有什麼資格這樣裝潢 不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要裝潢 然後要時髦 可是雞排電有什麼好時髦 你懂個屁啊 你知道嗎 可是我熱愛雞排啊 小玉有在做什麼事嗎 最近開了一間髮廊 在西門町 有夠戀愛的 為什麼 他還帶髮廊 他還帶髮廊 對啊 你本人也去幫人家剪頭髮嗎 沒有...我本人沒有 你真的有出錢是不是 有出錢 出一點錢 然後跟朋友一起開 有某一位告訴我們說 第一代棒棒糖 開始錄影的時候 一天錄五集下來 拿到的囚牢是1350啊 沒有... 更低喔 更低喔 還更低 這時候B2哥要先避諱一下嗎 800 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比較新人的時候是800 沒有經紀人的800 一天是錄五集的話 意思就是工作大概要10個小時 對 差不多 10個小時800的話 一個小時是80塊錢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譬如說我們今天要表演 要借道具什麼 或可能道具我們自己要準備這樣 對... 因為你還要再額外花錢 對 所以一開始譬如說練財藝 因為會有淘汰賽 你就很怕被淘汰 就要練財藝 那時候就要自己去繳學費這樣 那第一次發薪水的時候 事先有人告訴你們 大概額度是多少 沒有耶 我們以為就是行規 就是這樣之類的 對... 然後木耳靈了滿久的 那時候可以錄影 就滿開心的 對啊 但後來我發現真的太累了 我覺得價錢不太對勁 然後我就開始... 那幾天就跟Andy哥 就開始有通電話 然後後來我價錢就慢慢調好了 而且他調好都沒跟大家講 對... 對... 收入不佳這件事情 持續了很久嗎 後來就好多了啊 後來就是有經過調整 可是Otry 你後來暗中的第一個調心 你是調成多少 我記得剛開始 大概一天是500 那我只調了就是雙倍 就一天 所以他一集就雙倍我們一倍 對...然後我發現我調完之後 錄影的笑容會變比較多 我自己感覺得到 但是我們牽勞報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聚在一起牽 結果他躲在那裡 對 會遮很羞 所以他遮什麼 有沒有什麼時候發現 他獨自調心的事 後來有像他自己講的吧 然後嚇慘了 想說天啊 居然有差別待遇 我超生氣的 對 因為我跟他一起進來 然後我跟他也很好 然後他先調一集1000 然後我是一天800 所以如果是錄五集的話 我拿800 他拿5000 差很多 你怎麼可能不幫助他們 一起調整 因為 Andy哥叫我不要告訴他們 不是... 你們一天錄五集的時候 一集最多可以跳到幾支舞 我記得有一陣子就是 因為我們要PK 我們在節目中要互相PK 然後要分組 那一陣子其實有一天呢 我們要準備三個才藝 就可能一個人就要三個才藝 對 而且其實通告 其實是最後才出來 然後就會練得很趕 對 所以如果表現得不好 評審他們是會真的批評的 是不是 真的 重點 你們每次做可怕的表演的時候 你們的粉絲們會哭嗎 有耶 我粉絲超常勸我說 你可以不要再這樣 因為像衣服接觸也有 譬如說 因為那時候我就說我要一個 中國風的就是 因為好像忘記表演什麼 中國娃娃 杜兜 杜兜 接著來就只有一片杜兜 一片而已 傻眼 然後我就... 而且還過年特別節目 我就... 跳完之後回家跟我媽看 好尷尬 你不可以在杜兜裡面 穿一件T恤嗎 就因為那時候... 這樣就不好笑 一定要好笑 對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是為了這個節目而生的嘛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 今天如果錄這個節目 我要哭 為了這個節目而生 我們如果每次錄完喔 你到底是為什麼而生的啊 為什麼兩個而生的啊 阿本現在如果待在家裡 一整天沒有接到電話 來邀請你主持活動 或者是戲劇演出的話 那一天你就要自己安排了 對啊 所以我就會學一些東西 就我自己想學 比如說學什麼日文啊 或者是一些鋼琴之類的 學鋼... 鋼琴 就我一直想好好的學 因為我以前淘汰賽表演的時候 我是硬背那個 就是因為太緊急了 你可能半個月 你就要生一個表演出來 你然後會自彈自唱 那你跟蝴蝶的節目呢 那個已經收了 對 那個... 因為學校就跑得差不多 而且我覺得妙的是 我們收了之後 然後同一個製作檔案 然後現在換他們主持這樣 然後我還去上節目 然後就同一個棚 同一個時段 同一個製作檔案子 我們最近看了一個新的節目 他的節目被你們四個拿走了 沒有啦 已經停好幾個月了 然後蝴蝶也被漢典奪走了 沒有...之前就一直有在進行 就是我們那個節目 在錄的時候 平常新啊 沒什麼好得意的 你根本沒有長過一天五集 總共只拿800元這種日子耶 沒有 不用客氣看 從今天開始 你一開始來康熙 是不是就一集20 20塊嘛 二十萬 二十萬 我們要反撲歸真 好的 我們下禮拜開始就是你 一次錄五集 每一集加起來就總共800元 好不好 講好 一天800元這樣 因為你在乎的不是表演嗎 太好了 終於調了 真的喔 OK了 對啊 之前都是 一天都不只800 一天都沒拿到800 當中所有觀眾面前講好囉 我也要跟B2對錢喔 我的... 我跟小愛是分別 一個人發給你400元 你一天拿800 你表演會更努力 只要你那個 另外的效果會更好 你會很真實 今天這個時間 是有這麼不夠是吧 還要再... 沒有啊 我們就直接想要你省一點錢而已 我沒有給28 謝謝 謝謝 謝謝